IBM高雄软体科技整合服务中心正式开幕 就近提供在地企业科技转型服务 并响应高雄市政府亚湾2.0计划 以具体行动充实与强化当地软体开发人才库 软体服务中心是我们IBM全球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 今天我们已经有非常成熟以及成功的咨询业务 人才集中在台北 他们都是专注于执行客户非常核心业务的一些专案 我们希望通过高雄软体中心去开发新的业务类 那就是商业流程的一些外包IT系统 包括security的一些运维 那就能够达到台北高雄这种服务的一种互补性 台北会做这种专案 可能专案都比较短 短平快 但是高雄我们希望做长期的服务 三年五年七年 所以高雄跟台北会是一个非常互补的一种战略组合 IBM软体科技整合服务中心在高雄成立主要就是受亚湾2.0计划所吸引 加上高雄风配的大专院校人才等各种天时地利人和因素 感谢市府团队大力支持 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人才不管是IT在各行各业都是缺乏的 然后呢这个COVID-19之后 大部分的企业已经习惯 他们可以接受远端交付 所以呢 其实这个人才并不需要在客户所在的场所去进行工作 所以呢其实在高雄成立中心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地利的部分呢 其实在IBM当时在选择开启其他的中心的时候也经过很多评估 那当时受到这个亚湾2.0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很吸引 具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所以我们就决定落脚高雄 那当刚刚KT有提到 其实高雄这附近有很多的大专院校 那这些大专院校所产生出来的人才 其实也可以让他们在地就可以开始有就业机会 高雄已成功打造半导体X廊带 而亚湾将会是高雄的橱窗 透过极佳的水岸景致与商业机能 吸引国外高阶人才进驻 市府也会全方位的提供协助与资源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